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惊悚的韩国翼山阳台事件 去年夏天,一个男人的30岁生日派对 在全罗北道翼山的一个小公寓里举行了 在这个欢乐的庆祝着生日的家里 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秘密 大家看到了吗? 在过生日的男子身后 有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生日派对 脸上化了奇怪的妆 一直守在阳台玻璃门前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呢? 这黑暗的秘密于两个月后 在青山南斗的一个安静的乡村里被剪开了 啊,你是在说挖出尸体的那件事情吧? 挖出了尸体? 听说在那旁边挖出了尸体 在这条每天都会有很多居民来往的路的旁边 有一个用碎石跟树叶掩盖住的坑 在这里发现了一具身高1米64的赤裸的女性尸体 但是,因为已经死亡了很长时间 加上周围的环境很仇视 所以已经腐烂得很严重了 虽然说全身都已经开始腐烂了 但是这具尸体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她的全身都是羽青 羽血、羽青分布在全身 而且是硬邦邦的 所以判断可能是被长前施暴导致的 根据验尸结果调查得知 这位是在广州被申报离家出走的20岁女性伊密素 而她的死因是 全身各处被殴打而产生的多发性损伤 在广州曾申报离家出走的她 为什么在青南乡村的野山上被发现了呢? 在遇黑之前 她待过的地方就是那个 异山公寓的阳台 这个残酷的秘密是如何被解开的呢? 我们去见一下生日当天 在那个派对现场的两个人 他们是将伊密素事件公住于世的人 也是跟伊密素一样 被监禁在那所公寓的受害者 33岁金正寅 34岁杨桥鲁 你们俩在交往吗? 是的 是交往的关系 他们也让我睡过阳台 那想上厕所的话怎么办? 就在那里上的 据了解 那所公寓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发布命令的人 另一种是服从命令的人 而被指定为嫌疑人的是 20多岁的张某 张某的爱人金某 跟30岁的车某 他们都在 伊密所遇害后的 第一个月里被逮捕了 根据调查 伊密所被埋在冰冷的地下之前 也忍受了将近两个月的 地狱般的渐进生活 将受害者 关在像洗衣室一样的阳台里 用刀或者是镰刀刺他的脚跟手背 也用喷灯喷了他 导致他头部被烧焦 手背被烫伤 那受害者们没想过要逃走吗? 逃走的话 他们应该会找不到吧 会找到我的 怎么能找到呢? 不是有未知追踪吗? 会看着那个找来的 也就是说 在允许外出的时候 他们会透过定位软件 进行监视或跟踪 那金正宜跟仰俏的这对情侣 一开始是怎么被关在那里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 跟这对情侣关系 很好的姐姐林某 就住在张某的楼上 有一次林某将加害者张某 介绍给了这对情侣 后来这对情侣 就被关在那个房子里了 是怎么开始同居的? 他们说 会给我们办银行存折 存着账户 只是去了关系好的姐姐嫁完就被骗 还被监禁在楼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两个人都患有智力障碍 那么 又引连经济活动也不容易的 残疾人情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见一下 非常了解那所公寓的一位举报人 我听到那个消息后也吓了一跳 竟然还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其实那里的气氛 就算是死一个人 都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位举报人表示 他自己也是被关在那个公寓后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受害者 其实这三个人是串通好的 就是以金钱为目的 我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我 可以说几乎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以上 具体做了什么工作呢? 性交易 他让我做性交易 透过网络聊天对话后 就让我去见面 整理一下就是 这三个人 透过聊天软件寻找男人门后 就给金正宜化妆 强迫他去卖身 如果达不到他们指定的金额 就会工作14个小时 几乎会与10个人见面 一天吗? 是的 在女友金正宜做交易的时候 男友仰秋如就会去做粗活 而收入全部都会被这三个人抢走 当时日薪是多少呢? 日薪差不多是11万5千元 都会交给张某 会不会很讨厌 让女朋友去做性交易的张某呢? 是的 散步的时候我们哭了 然后 遇害的隐秘所 也是为了这种目的 而被带来的致力残疾人 一开始是 那个受害者离家出走了 因为无处可去 就在网络聊天上 遇见了加害者们 就这样开始了 以性交易为目的的集体住宿 实际上 从加害者计谋手机上的信息可以推断出 他们是故意想要利用残疾人的 当时一见到移民所 就在他的钱包里 确认了残疾人登记证 所以从第一天开始 就让移民所去工作了 但是 移民所遭到了客人的拒绝 从那个时候开始 加害者们只要是收到压力 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就会对移民所施暴 我们来听一下实际录音 然后除了金正义情理之外 还有一位目击者 也目睹了移民所的最后一幕 我在移民所来之前 就已经住在那个房子里了 喷灯 会用那个烫脑袋 而且还想用剪刀剪他的耳朵 在事发当天 因为不让他上厕所 所以他尿裤子了 我记得当时 他们用热水 喷在了移民所的身上 因为移民所在裤子上 大小便而生气的加害者们 就轮流往移民所身上喷热水 那天 这个女孩最终失去了意识 再也没有醒过来 与同龄的孩子一样 喜欢玩手机跟SNS的移民所 从学校毕业后 对SNS的执着也更加严重了 而在移民所的SNS上 有很多男生 就算知道他是残疾人 也留言想要与他见面开房间 让人遗憾的是 一直希望能与很多人聊天 也想交异性朋友的移民所 最后的SNS朋友 是张某一伙人 目前被移交审判的加害者们 主犯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车某有期徒刑20年 金某被判了有期徒刑7年 随着加害者们被捕 金正义轻厉 残酷的犯罪分子的念缘也中断了 但是 似乎还有未能解决的问题 最近一直有在收禁贴吗 每人收多少钱呢 90万韩币左右 但是这个不能说的 现在您的存折根卡 不在您的手中吗 是的 谁拿的呢 认识的姐姐 因为我很相信那位姐姐 每月能领取90万左右 禁贴的金正义的存折 是由一位叫做林某的女子在管理 而林某就是那位 住在异山那所公寓里 将加害者张某 介绍给金正义群里的那个人 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 金正义现在也相信 林某与那位加害者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据了解 林某说每个月会代替她交手机费 代付妇产客的诊疗费 所以才拿走了存折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是有什么疾病 所以需要每个月来一次吗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疾病 也不是一个月一次 今年2月份来过 最后是3月份 医药费贵吗 不贵 17000韩币 接着我们去一下手机营业厅 以金正义的名义 注册了很多手机 今年一共只缴纳了 15000韩币的花费 所以现在有1059500的 未缴纳费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我们需要听一下 拿着金正义存折的 姐姐林某的意见了 您好 是林某吧 是谁呢 这里是SBS电台 您知道张某金某车某吧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怎么知道的电话号码 你拿着金正义的存折吧 是的 为什么要拿着这个呢 他说男友会把钱都花光 所以金正义把存折交给我了 让我代替他缴妇产科费用跟手机费 妇产科是每个月都去吗 是的 据我所知 这个月并没有去医院不是吗 谁说没去 我们有去医院确认过 医院应该不会有记录的 哈哈哈哈 那个金正义很会说谎 你去问问别人 然后今年手机费 也只缴纳了15000元左右 什么15000元 电视台不可以这样吧 那我去问问后 再给你们电视台打电话吧 就这样单方面刮断了电话 当然 说是会联络的联盟 之后完全没有任何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用喷灯烫伤后关在阳台 他们还能心安理得的开生日派对 这些人真的是psychopath 真的是无法形容的伤心 人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这倒是残疾人 还要求性交易的男性们 也是加害者 让我最震惊的是 那个拿走存折的女人 怎么能这么堂堂正正的呢 不过不幸中大幸事 原本被判处30年 20年 7年的他们 在上诉审中最终被判了 无期徒刑 25年 8年 对于今天这个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